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超过了他2018年当选市长所获得的89万选票 韩国瑜将成为台湾首位被罢免的政治人物而记录现政史 韩国瑜感谢2018年89万市民 让他有机会为高雄市政府 同时今天有130万市民没有出来投票 感谢他们对市政府团队的支持 根据台湾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规定 若罢免成功 韩国瑜将在中选会公告结束当日解除职务 中选会必须在三个月内完成补选 韩国瑜四年内不得再参选高雄市长 韩国瑜有权在30天内提出罢免无效诉讼 在诉讼程序结束前高雄不得办理补选 韩国瑜曾经在台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寒流 成功当选高雄市市长 但他也违背了竞选承诺 德龙妄处竞选台湾总统而失去民心 被罢免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人民有权利选择行政长官赋予他权力 但也有权拿罢免收回对他的父权 台湾政党和总统的人替 以及地方行政长官被依法罢免 标志着台湾的宪政民主制度走向了成熟 当我为韩国瑜被罢免感叹死 不由记起 我成于一位国内法学教授 就中国宪政民主问题进行的交流 他是来美国做访问学者的 他说他停反感共产党 但目前没有其他政治力量能够取代共产党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 管理起来不容易 尽管共产党不好 但共产党一旦真的垮了 可就天下大乱 四分五裂军阀混战 如其这样 还不如让共产党赖在个位置上下去 起码老百姓还可以过几天舒坦的日子 我想他的话应该代表了很多中国人的想法 我不由想起元朝诗人张养浩的诗 三颇阳同观怀骨 风暗如柱 波涛如露 山河表里同观露 望西都亦愁愁 伤心情悍金行处 功却万间都做了土 信百姓苦 亡百姓苦 我对这位教授说共产党领导中国导致上亿中国人无辜死亡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 没有共产党岂不更好 没有共产党中国人就不能管理好中国吗 台湾没有共产党领导不是管理的很好吗 中国是个14亿人口的大国 管理起来固然不容易 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是共产党领导 不要管理的很好吗 事实证明一个国家心衰的重要原因 是政治制度的良热 美国宪政制度好 那么多人拼了命也要来美国 川普总统啊 坚强都挡不住 因为这里有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 我不知道未来中国是否会分裂 但谁在制造民族分裂 中共把上百万维吾尔人非法关押到集中营 尽快结束中共的暴政 岂不是在制止民族分裂吗 一个大国政治转型是有风险 取决于各种力量的博弈 也取决于博弈者的政治智慧 1787年美国事宪会议 起初并不是要建立一个限制民主的联邦制国家 但国父们在争吵了三个月后 居然炒出了一部标柄千古的宪法 结束中共一党专政立国立民 我们就应该去做 而不是一味的等待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不冒风险 不付出代价 是不可能实现民主转型 但我的话显然没有说服他 他问我 假设中共被推翻 怎么清算中共官员 是制定联邦制 还是保持现有的中央集权制 怎么重建经济金融制度 怎么和少数民族和解 维护国家的统一 怎么制定大国外交政策 怎么建立乡村和社区自治 你们能管理好一个县 一个市 一个省吗 如果你们没有展现出这样的治理能力和理想主义的感召力 人民凭什么让你们替代现在的统治者呢 面对他连环炮事的问题 我笑着说我不知道 但有一个人知道 谁他问的 我说人民呢 他大笑不止 说人民是个群体 是一群被情绪控制的乌合之众 他们怎么能治理国家 我说你不要急 今天呢 我们就来拜拜这个礼 第一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 法国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 阐明了人民主权原则 与英国约翰洛克一样 卢梭认为 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 卢梭声称 人生而自由 但却无往不在家所之中 在社会契约中 每个人都放弃天然的自由 而获取契约自由 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 持有每个人同等的放弃 全部的天然自由 转让给整个集体 人类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 人民根据个人意志 投票产生公共意志 如果主权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 那么社会契约就遭到了破坏 人民就有权力决定和变更 政府的形式和执政者的权力 包括用起义等手段 推翻违反契约的统治者 美国国父杰弗顺 在独立宣言中写道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正致命的 人生而平等 造物者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力 包括生命权 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 为了保障这些权力 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 而政府之正当权力 则来自于被统治者的统一 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坏上述目的 人民就有权力改变和废除它 并建立新的政府 新政府赖以奠基的原则 得以组织权力的方式 都要最大可能的增进民众的安全和幸福 人民是一个群体 但他们可以通过民主代义制度 表达他们的观点 并在议会讨论和表决中形成共识 人民主权原则是世界公认的宪法原则 即使像朝鲜这样的流氓国家宪法 也不敢否定这个原则 第二 中国人有智慧和能力管理中国 民族运动应该有政治纲领 奋斗目标 以及解决中国转型问题的初步方案 中国是个多民族大国 涉及的问题复杂 积极探讨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 具有重要意义 我常听有人说 我们是学者 不是海外民运 我就感到很困难 海外民运并不是个独立的组织 凡是主张中国民主化的人士 都是海外民运的一份子 无论你承认还是否认 实现中国民主化 并不是某一政治党派和团队的责任 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责任 国内外学者 政治党派 民间组织都应该积极有为 但必须指出 任何民族中国的蓝图都是初步的 最终需要经过广泛的社会讨论 才能形成社会的共识 中共垮台后 新政府需要成立各种专门委员会 广泛吸收海内外精英制定的转型方案 就制定宪法而言 应该吸取西方成功的立宪成果 也应该保留目前中国宪法的合理内容 吸收民国宪法的立法精髓 总之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 中国人追求民主共和 已经有百年 历经四十年的改革开放 体制内有大量学贯中西的精英 并且有台湾这样的榜样 完全能够胜任 实现宪政民主的历史重托 目前很多学者和民主人士 已经贡献了大量有价值的思想成果 如颜家齐的联邦中国构想 王策的中国共和宪政之路 徐文立人类正常社会秩序 张博树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 冯崇义中国宪政转型之蓝图与路径 王军涛中国民主转型路径 与民间运动行动策略选择 王天成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等等 请就宪法文本而言 颜家齐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 建议草案张博树的中华第三共和国宪法草案 梦用心的民主中国宪法设计张学忠的 中华统一共和国宪法草案 高智慎的中华联邦宪法等等 第三反对运动的重中之重是行动 对未来中国蓝图设计很重要 一些重大的现实问题也需要思考 这是中国人共同的责任 大家应该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最后回答 如果你们没有展示出这样的智力能力 和理想主义的感召力 人民凭什么让你们替代现在的统治者的问题 我想在中国民主转型后 每个谋求执政的政党都应该思考这个问题 但还处在中共极权统治的今天 这个问题并不合时宜 因为人民反抗中共与反对运动 是否展示国家治理能力和理想主义感召力 并没有关系 人民反抗中共是因为中共所谓有备公理正义 阻害了人民的自由和美好人性的向往 反共并非终极目的 终极目的是要建立一个限制民主的社会制度 人民不是接受美好的蓝图而反共 而是源于他们内心对中共的厌恶和愤怒 以宪法为例 未来制定一部新宪法固然令人向往 但更重要的是人民为实现权力的不懈抗争 张千帆教授认为 中国与英国之间的差别不在于大宪章比巴尔宪法好 恰恰相反 巴尔宪章比大宪章好得太多了 真正的差别在于我们人民太弱小 太愚昧 太狭隘自私 太落落 这才是我们要努力改造的方向 不要睡不着 怪床歪 事实上宪法体现的几条契约原则 都是首先要靠公民自己去落实的 尤其是思想与信仰自由 言论自由 甚至法治和选举 我们人民不思考 不发声 不起诉 不投票 而想让政府尊重宪法 那是吃人说目 再以去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为例 反送中运动 没有召集人 领头人 象征性能物 也没有什么运动纲领 反送中是香港人的一种空前觉醒 实际上香港人也把反送中看作自知死地而后生 最后拼搏决以死战的这样一种状态 所以我的观点是 反抗运动勾画未来中国的难途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抗争行动 没有为权力而斗争的精神和勇气 难途再美好 也是能沦为空谈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 台湾成功的宪政转型 证明中国人完全可以适应和运用宪政民主制度 共产党一方面高举人民的体制 另一方面又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力 韩国瑜被罢免 对他个人可能是个悲剧 但他证明了台湾宪政制度的成熟 共产党的垮台 中国会天下大乱吗 我认为不仅不会 相反的会更好 中共之曾七十年 制造了无数的灾难和国家动乱 香港在英国统治期间享受了英国式的民主和成熟的法治 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相反回归中国后 仅仅二十三年 中共就背信弃义 将一国两制 强制变成一国一制 制造了香港的乱决 正如郝海东所言 中共极权统治 无视人权摧毁人性 消灭中共 是正义的需要 其在中国的极权统治 已经发展为彻底的反人类暴行 无视人权 摧毁人性 践踏民主 违背法治 摧毁合约 携起香港 杀害 藏民 迫害 维吾尔人 输出腐败 危害全球 消灭中共 是打碎中国人 奴隶家属 和真正实现 世界和平之必须 没有中共的 新中国联邦 是全体人民 和世界繁荣 之必须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